那这个就是我从网站上download下来的那个广州地铁的那个地图 我主要就是看三个三块地方 就是一个就是广州南站 一个就是爬州港 另外一个就国际机场 白英国际机场 那我们先说一下 你看就是你的那个到了重坐船 从香港国际机场到了爬州港以后 怎么来到广州南站去坐高铁啊 还有什么动车啊 回到全国各地 那么在爬州那里 他有地铁的先坐八号线 你看这个从八号线 从这个从东往西走 然后到昌港 我看那个网站上说 就坐八站到这个昌港下车 然后再转二号地铁 你看你数一下那个点点也是八个站 然后就在广州南站下车 那么你在广州南站下车 你也不知道就是怎么坐那个高铁 或者动车去南宁啊 或者去北京或上海其他地方 你要先download一个 那个铁路的12306 然后在那个app呢 你就可以寻找你那个时刻表 但是呢 你要是外籍人士的话 你第一次回去 你拿的是护照 你非得要到窗口去买 但是你的护照订过一次的话 你就可以在网上提前订了 是这么一个情况 像我有个朋友 他说他新护照 那没办法 你到广州南站以后 你就要去窗口那去问 我比如说我要到南宁 要几点钟 或者我到清州要几点钟的 他就会给你告诉你什么时间 就给你出票的 这个是从多伦多到香港到爬州 然后在坐动车的大概一个这样的线路 其他呢 就是你比如买转到温哥华转机的 再从温哥华回上海呀 回北京呢 那种就可能就不用那么复杂了 因为你住在北京上海那种就不用转车 但是呢 我发现这条线路做 因为现在做动车和做那个高铁 还是比较方便的 所以 香港那个机场开通这条线呢 爬州港这条线呢 是4月18号今年才开通的 以前的没有的 以前你就要到舌口那边去转 舌口 然后再坐地铁到那个深圳 那个去转那个高铁 另外一个我发现好处呢 就是国泰呢 它好像几乎每一天都有航班 只有一天没有 南方航空公司前面几个月呢 好像每一个礼拜只有一班 好像是礼拜四还是礼拜五 所以你买票的话 你就发现南方航空公司 虽然只达到广州 但是呢 它就是一个贵 一个班 班机的次数少 这就是我讲的这个 从香港那边走的这个线路 是这样走的 am Won 还好吗 没什么